早上起來就是佳麗日本 今天要帶大家去一間華人大餐的排隊店 腳面依白色為主 所以看起來很簡單,也很乾淨 炒麵、炒米粉、綜合麵、肉絲、粉、酸辣湯、梨味、糖、蔥、蛋、荷包蛋 怎麼這麼可愛 裡面更平平的樣子 不是在賣生日食的早餐 原來是炒麵、荷包蛋、這些東西 早上整理得清清清清清 這間所做的早餐雖然是中性的 但是最小的看起來絕對沒有這種太高暖的感覺 對很多年輕人來說 環境衛生也是美食必要的挑戰一日 我兩個通膽 早前有一次蘸醬辣椒 好,要自己會好調 阿店菜,先在這裏外外外外外 水湯 然後一個可爆的蛋 炒米粉 紅炒 豆漿有熱的嗎 沒有,飲料都是去冰的 蛤? 飲料都是去冰的 噢,去冰的是不是 OK,這樣可以 由於疫情的關係 所以來拜託的人 會變得比較少 對啊 那裡面沒人住 沒人住嗎 看起來是 嗯 雖然拜託的人變酒 但是外帶外送 越來越多 這個是炒米 這是 蔥蛋 粉紅包蛋 這個 是 你叫什麼 蔥蛋 你怎麼吃蔥蛋呢 沒有,你適合 在哪裡吃蔥蛋 你怎麼吃蔥蛋呢 嗯 也沒有米粉啊 那這個是什麼 啊,我的 我的豆漿耶 那是什麼 他問你說你要冰豆漿 他只有冰豆漿 他只有冰豆漿 咦,再來一隻 這個 有冰豆漿 你看還有一隻 喔,兩豆漿 一邊吃一邊送 啊,到底是來幾隻 也送不到 啦 冰豆漿啊,拍一下原住民地啊 哈哈哈哈 其實台灣的小酒店 如果是可以讓少年人 感覺像這樣乾乾淨淨 生意一定都不錯啦 吃完還可以來華蓮酒酒的旁邊 喝一杯咖啡 咖啡喝完要喝到 東海湾 向南走 來去欣賞台灣報道 東海湾 一頓 囉